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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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YK 也会有大的变化 或者在《学集论》当中也说了 如我所说诸善法 为解闻舍与忍辱 以不放逸为根本 生命善是罪生财 就是说佛陀所说的这些善法全部都是以解 广闻 还有布施和安忍这些功德 那么这些所有的功德 如果你的心里面能如实地建立的话 那么以不放逸为根本的 不放逸在佛陀的教法当中 应该说是最殊胜的生财 所以修行人应该尽量地断除世间的这些说实 《法句经》里面说是 无疑不死道 放逸去死路 无疑则不死 放逸则入死 因此通过不放逸的教言一定要去掉 或者说勇猛地去掉我们禅定的障碍 也就是说 修菩提心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浑沉和一些睡眠 本来我们修禅定的时候 也已经讲了五种改 或者五种障碍 调取后悔 欲害兴 浑水贪欲 积华语 党智赐党五种障 乃为 乃夺三财 党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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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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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已经讲了 我们应该像以前的大慈大悲的诸佛菩萨佛者那样 应该不犯有关的害众生等等这些戒律 就坚然不怕的这种精神或者是一力来应该行持的就是大乘菩萨的一切善法 一切善法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行持的话那什么时候获得解脱啊 一定要长期的修行没有长期修行的话这个解脱是不好得到 无关尊者也是说了 无关尊者也是说了修行不能依靠寂天的努力要长期的奋度 就像千拜的这些大德一样想要永久地离开轮回的苦海 那这样一定要认认真正地去安忍心 有一种对修法有苦心 我们今天好像做一点点事情就已经可以了 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心来精进这个精进非常重要的 精进 佛陀在《毗奈耶经》里面也说了 我为如所解脱道解脱一己当精进都说的那样 明日四随之 今日当精进 以高僧大德的传记来看不精进而获得成就的 这种人还是很少的 除非是一些真正的一些前世因缘的 非常了不起的极个别的大德以外 一般都是刚开始的时候跟我们一样的凡夫人 具有贪心 具有嗔恨心也是这样的 但是通过他的经济 通过他的努力 白天不休息 晚上不睡觉 最后真的是获得了圣者的果位 我们现在的有些道友 并不是自己觉得很笨 不是这样的 主要是精进 不能长期的勤奋 如果长期的勤奋 每一个人来讲一定会有成就 或者说自己的对着烦恼 有一定的效果 这方面大家不要懈怠 每天都是用懈怠一句话等着死亡 也没有这个意义的 应该尽情地修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里출行者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LET手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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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也可以总结上文 前面讲了许许多多的教言 总而言之前面所说的这些教言 全部都是遣除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障和所知障为主的一切对修道有障碍的法这是我们的所断 对解脱直接成障碍的就是烦恼障对佛果直接成障碍的叫做所知障 那么这两种障碍我们修行人必须要断的 那么为了断除这两个障碍通过一场的窍诀将我们散乱的或者外面的各种不如法的自立的这些心 改写规律应该把既正过来这样的密途当中既正过来应该避开这些不如法的妄念 分别念等等不如法的这些妄念应该安住于真所缘 真所缘是什么呢 平时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书里面所讲的所谓的禅碍就是极致 心如如不动地安住在一个境界当中这是所谓的极致 但是在这里本品里面所讲到的主要的所谓的禅碍 就远离自私自立的心然后完全能安住于自他交换和 自他平等的菩提心的境界当中这就是所谓的真所缘 真所缘真正是我们心成为利他者 而不成为被自私自立所扰乱的这样一种特别低劣的心 这样低劣的心那么我们即使想求的佛果 也是不愿意的自私自立的这种向佛果也是不愿意的 所以在佛经当中也已经讲了 首先要有这样的心 如果这样的心没有的话那么我们的修行不能成功 什么样的修行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菩提心 这些菩提心它这里的所谓的三摩顶 当然所谓三摩顶一般按照一些小乘 小乘的一些共同的说法就像《俱舍论》里面 所讲的那样不共三摩顶所谓的不共三摩顶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心意愿地专注利他 心意愿地专注利他这就是所谓真正佛果的因 因为我们佛果依靠智慧和菩提心才能得到的 这种菩提心我们前面的心避开一些散乱 不管是环境也好 人群也好 然后自己从内心当中要生起利他的心 这是我经当中他也说了 依靠禅定的众生获菩提 第八品主要讲禅定 禅定品的时候总结出来 大家的相续当中一定要生起一个真正的利他的心 如果利他的菩提心已经生起来的话 下一品当中主要分析空性的见解 然后我们利他的悲心和空性也就叫做自卑双云 智慧和悲心已经有的话 智慧就是观空性的智慧 然后悲心利益众生的 这两者就像我们最后成熟的时候摄身和法身 或者你在到位的时候 这叫做显空双云的境界 因此《入菩萨行论》里面的最后这几品 尤其是第八品和第九品非常的重要 前面的这几品全部都是能生这两种境界 也就是说 第八品的禅定里面所讲到的自他交换的菩提心生起来 然后第九品当中的智慧也可以生起来 当然人的根基不同 我们在以前其他的有些论典里面所学的那样 有些人先观察主法空性 空性间接先生起来 然后相续当中产生利他的悲心 饶益众生 有些先自相续当中生起来利他的悲心 然后再观察空性 证悟空性 不管是这两种境界都是非常深妙的法 就是说 所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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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